再来关注跟着镇头参加绕镜活动 居然被神匠车撞死 这一期死亡车祸就发生在新北市巴黎 来自三重仙色宫的车队 原本要进入巴黎市区 参加一年一度的银妈祖活动 没有想到途中神匠车突然失控爆车 将同团的陈姓男子当场撞死 庙会绕镜队伍浩浩荡荡 来到巴黎参加一年一度的银妈祖活动 企业巴耶才刚过路口迷多久 但就在下一秒 一辆失控的神匠车突然往前暴冲 走在前方的陈姓男子根本来不及闪躲 当场被撞得正着 放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妖精队伍走到一半的时候 原本在后方的神匠车早就普对镜 车尾冒出震震浓烟开始暴冲 由于是下坡路段的关系 速度更快 整台车就像打保龄球一样 妖精人员赶紧往旁边闪躲 陈姓男子不幸逃错方向 被神匠车迎头撞上 其他人见状迅速上前抢救 但男子被拉出来时 已经失血过多 当场死亡 前面那个电线杆那个地方 下坡的地方爆冲 然后人家闪 有一个人没闪掉都被他压到 死者哥哥闻讯后来到现场 看着弟弟的遗体 难掩上心的神情 他无法相信弟弟 不过跟队伍参加绕镜 却不幸惨死 就是趁他上车发动的时候 车辆就已经爆冲了 这个驾驶的部分是 经久车只是为零 由于驾驶没有酒驾 初步研判可能是车辆故障的关系 但其实妙会神匠车 已经核准就行驶 最高可罚一万零八千元 为了迎合台湾的风土民情 警方大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是发生暴冲死亡车祸 详细释发原因得好好调查清楚 厘清责任归属